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挂 挂脚 尖 加击 加完的跳是MASTA比较独特的一个手法 以前下这个少 以前我们职业棋手的对决 这个是出现的 频率是最高的 这个定型是频率最高的 很少有加完跳这个的 这是MASTA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思路 拆二 然后 白棋契合 契合 因为他想你不理我的话 那么你既然不敢拖鞋 那我那边就要去逼迫你 这个黑棋实在 这个压了虎 确实是 比较令人惊讶的一手棋 压了虎 这个在我们以前的对决中 这个要是我们小时候下出来 要被老师收拾的 因为这个棋型确实是很不好看 但是呢 计算机它是什么都敢下 但是 他觉得这样下是没有问题 从棋型上你可以看到黑棋被打成一个大饼 对 嗯 然后呢 接下来还要爬一堆的二路 这是相当的危险的一个下法 嗯 对 现在只有一路 那这个棋黑棋有什么便宜呢 他就这样爬二路 嗯 初初一看是觉得 呃 黑棋 不一定便宜 但是从实战的结果来 其实还是未必 嗯 哇 这个二路爬的好长啊 对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 计算机的围棋告诉我们 就是说不要与 用形状来判断一个局部的得失 这是我们以前职业棋手 大多数棋 呃 棋手都会以 这个这个 这个我少摆了一个 嗯 尝一下 多爬了一下 他又爬了一下 没有就爬到这里 不对 应该还爬了一个 还爬了一个 对对对 不然没火 你爬了才火 是 嗯 就是 爬了一个黑棋才顶的 对 嗯 就是说 以前像我们都有固有思维嘛 觉得这个黑棋一上来爬二路 其实不能下的 对 但是呢 计算机就是可以这么下 它有它的独特的理解 因为白棋回过头来说呢 这不长 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长啊 因为黑棋虽然说爬二路很苦 但它打了长 这地方得到也是很好的 它打了长上面变得很完整 很厚实 然后你这个子的位置呢 就有点撞墙的感觉了 嗯 好 当然这是白棋常得到这个舒服啊 黑棋只有一打完以后做活 嗯 也很亏损 嗯 所以怎么说呢 就黑棋在这个地方呢爬二路很委屈 但它在这个地方吃掉这个子呢 获得了回报啊 这个吃掉以后 使你这边的这个子的配置不太理想 确实 像我们平常要是上来就下成这样的话 真的会被老师骂的 对啊 所以我们说嘛 人类就没有这么下 不能以形状来定这个好坏啊 对 我觉得这是 其实这是计算机给我们人类其实有最大的一个启发 嗯 我们那时候的思维可能就 太受到的太多的束缚 我们就想把形状下来漂亮一些 但是关键这个地方黑棋便宜吗 周老师你觉得 我觉得还可以 嗯 肯定不亏啊 肯定不亏 那你说特别便宜 我的水平也判断不了 但是黑棋肯定是不亏 但是如果让我来下的话 我是不敢这么下的 因为我 因为起手的时候在计算的时候 你要有大量的判断 你那个时候 你看到这种爬二路 恐怕已经把这个图给否决了 所以不会这么下 但是仔细它下完以后 我觉得好像黑棋是可以满意的 因为黑棋的配合比较好 就是配置还行 其实好像白棋虽然厚 但是它发挥不出来 对 而且这块说不定将来还没活 是 嗯 就是乍一看白棋这个好像挺好 但是Master下棋好像比较讲究配置 对吧 对 如果这边是白棋的话 它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想 那肯定不会 肯定不会 嗯 你看白棋外是没有发挥出来 然后这个子还有点撞硬头 对 大概就是 这就是它的一个盘点 对 这应该是它的一种想法 嗯 Master就比较善于把你所有的子孝都弄得低一点 嗯 这部尖也是下得很很好的一部棋 这个 冲击白棋的薄味 就这部跳 我是觉得稍微有点问题 好像要在这边防守 我感觉啊 比如说随便摆一个 当然这个不见得好 我觉得 这样这样防守一个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因为这边 反正局部是活棋 黑棋要来夺根的时候白棋在跑 这边不是特别的急 但是因为这个棋下快棋啊 其实下快棋的职业棋手 跟计算机下肯定是吃亏一些 嗯 因为计算机它毕竟这个计算的速度要快嘛 职业棋手 你下的快棋手 它没有机会去判断和大量的深入计算 更多靠感觉 对 但是它实在这个跳 我觉得是有问题 跳得太早 因为这块棋还不是说致命的时候 你疯我可以做活 你飞我再跑 现在直接跑 但是这个棋啊 这边就 太薄了 这一飞是很严厉 点到这个 就显得很薄 马上要靠 对 你只有尖 它再飞出 这样那边上方就比较苦 嗯 嗯 对 现在这个 这是 差不多的计算器 现在白棋根本就没法管那块了 其实那块其实挺苦的 但是白棋的形式已经容不得看那边了 先搞这边再说 你让我们看到这个压黑棋二路的后视 真的最后都变成被攻的对象 对 对对 然后黑棋把这个给封住 白棋是靠的 靠啊 效果一样啊 反正你顶它也是长 对是 效果一样 成 嗯 冲 冲 然后顶 嗯 打尸 对 打尸白棋 黑棋又不跟你纠缠了 它很灵活啊 反正就虎一个 虎一下 他觉得我这个功能已经拿住了实地啊 嗯 然后白棋把黑棋封进去 做活 黑棋是非 嗯 白棋挡住 嗯 打尸了一个 打尸 打尸了白棋在 不能提 提它就会冲 对对吧 所以就能沾上 但是黑棋就 就把自己做活 对 白棋打这个 这个很舒服 对吧 对 但是黑棋这个场也同样是非常舒服的一手 嗯 一次 那我收住 这一带的战斗就是 告一段落 好像双方都和平解决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黑棋还是拉着很多的实地啊 他 他的每手棋都是走在 地上面 白棋呢 走了半天其实就是几木棋 对吧 现在就是白棋 全局的空呢 肯定是不太够的 就是 就是 所有的希望寄托一直 这上面的形式 呃 但是呢 黑棋由于白棋这块不活啊 嗯 黑棋其实通盘是非常厚的 当黑棋厚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要去没一个模样就很累了啊 啊 如果薄你这个地方还能撑起来 嗯 所以这个时候黑棋下出了很漂亮的一首 这部棋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首棋啊 嗯 嗯 这个 说实话 如果不是看到他下这不起的话 我是没有这个感觉的 哎 我们的感觉大概就是 比如上方震啊 或者吊啊 要是狠一点突进去 就直接尖通着进去 啊 从这个地方靠 确实是 一个难以想到的一首 对 嗯 但仔细看呢 他的逻辑很清楚 他觉得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要破你的空 顺势攻你这个 对吧 那么呢 你这个小飞呢 我要让你尽可能的重复 你看不管你是长 或者是斑了粘 你这个地方永远让你变得很重复 嗯 然后我我这个棋是进来的同时 我要攻你这块的 因为刚刚讲的 黑棋其实这块有 这地方有很多先手嘛 白棋这块不火 啊 所以这是 它是很有进攻意识的 一个破坏力的一个手段 嗯 那一般我们都会觉得 那个小飞这边头太硬了 不会碰这边 所以一般都脱脚 然后黑棋直接碰到外面去 对 我们看效果怎么样 嗯 效果好像是还行是吧 对 这个白棋其实也没办法 它 它 只有两种下法 一种是斑了阶 一种就是斑了粒 或者刚才长 嗯 效果其实都差不多 反正黑棋就是撞你一下 嗯 然后他就从这个杀出来 他其实 你可以看到他 他不觉得这个 好像在这交换了一手 他一直就不觉得这是你的视力 他觉得是我黑棋的实力范围 他觉得杀出来我是要攻你的 对 确实也是他的实力范围 对 这边很厚的 对 所以短短击手棋你就发现 好像一下好像黑棋攻手就立转了 但他在下这几手棋之前 你的固有思维 肯定会觉得这是白棋的实力 嗯 对吧 那通过几手棋下完以后 发现这棋黑棋就掌握住了一个主动权 就把这个白子分下来 对 这其实就是这个 几层棋下的比较高明的地方 嗯 白棋贴出 跳 嗯 对 对 加 现在加其实白棋也是为了 从这凸围 一般他自己也进去了 他妈想办法做活 嗯 嗯 这大概都差不多 然后白棋打吃 然后安定这块棋 那我黑棋没有提 没有 黑棋 黑棋先跟这块 对对对 黑棋先走这边了 对 黑棋一直是瞄着这个地方白棋来包围 其实黑棋只要现在你看 他他他 我觉得这一手一加是白棋都不好活了 对对对 哪怕哪怕你活了 就是你被收刮了很惨的时候 其实黑棋没有必要去杀白棋 但是黑棋只要把这个防守回来你提掉 收收空 黑的空已经多了 是 但是这盘棋我觉得真的是啊 嗯 皮静环是不是也看到一丝的升级啊 嗯 反正 没有明显的机会 没有明显的机会 对 这个大龙是还没完全死是吧 现在 黑棋就在杀这个大龙吧 对 但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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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棋就其实不容易 不需要杀 嗯 白棋现在是 腹背受敌啊 嗯 这边也要被收刮啊 嗯 嗯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后的最后的工房 几步棋吧 嗯 几步棋下完其实就形势就很简明了 那起把这个 就死掉了 嗯 不也没有死 橘子局部它没白棋没有死 橘子局部没有死随风是吧 没有死 嗯 但是这个就是 呃全局的翻 几乎没法翻盘了 嗯 挖了一下吧 看起来这个很危险 嗯 嗯 然后扳了一下 嗯 然后扑一个是收气啊 挤住 因为一路有个拐杜 所以必须要收住他的气 嗯 那么黑棋 扳 嗯 白棋虎只能顽强 嗯 打拔 打拔以后你局部呢 其实就是一个 局部就是一个结 对吧 嗯 但是这个结你可以看到 白棋收一口气 黑棋依然可以拖线 还是结 嗯 就这个棋是白棋 呃 缓气结 就黑棋可以随时不走 啊 那么 黑棋的结材太多了 因为这个地方 你要吃掉吧 对不对 对 你要吃 那么 你这个棋吃掉以后呢 黑棋这个结就变成结材 那你要靠这个棋做活 那黑棋无穷无精的结材 那个基本就被无条件打赢了 打赢了以后 就算白棋把这个做活 黑棋把这个跑掉 那么白棋你可以看全盘哪有空呢 上面只有五目棋 这提掉也五目棋十目 这大概做活 全盘就二十来目棋 对吧 那黑棋这一个角就已经多少了 嗯 这个角就把你提掉已经接近三十了 这还有十几目 这已经实际上已经输很多了 所以说虽然这是不是有打结是吗 对 但是其实这个地方 呃 就是master是绝对不会打败的 对打不过 你这边结材太多了 这已经就一个结库 对吧 它只要是 它就很简单 你我花两手机把你这个提掉 你花两手机把这个做活 然后呢 我现在把这个跑回来和平解决 白棋的空就已经差很多了 嗯 至少要差二十目以上 我觉得 所以 这半棋 我觉得朴廷环是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机会 啊 下的这个 master 下的确实是好 就是这种差距 一看水平差距太大了 嗯 从这个地方被分裂以后 这棋就不太对了 如果那个时候不被分裂的话 这棋可能还尚有一针 那我想这盘棋的一个亮点也是这个定势吧 它的选择 就是它选择了一个我们正常觉得很难看的棋型 但它这个配置特别好 对对对 这也是这盘棋 它master 下的一个亮点吧 我想 对 这是感觉上这些高手们应该学到一招 就是主要是没有这个思路 对 总觉得这个爬阿鲁是不太对的 对 就光全局官来看的话 这个情况下 这个黑棋是比较满意的一个棋型 是 嗯 好 那这盘棋我们就给大家摆到这里 下期再见 有点赞 有点赞 这个星期間 就可以做的 跟 Za 达联系 在那边 有点赞 非常感动 收拾